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继续看到非常固人心的迹象以及进步 包括在纽约州的病例 在西纳尔良 底特利波士顿以及休斯顿 这些个病例都在下降 在丹佛 西雅图 费城 亚特兰大 印第安娜 圣路易斯 他们的病情都在稳定地下降 我们国家的很多的部分都在变得更加的好 很多的情况都变得更加的好 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个灾区都气象变得十分的小 我们的事情正在发展之中 我们这个糟糕的情况 我们之前面对了它 但是它现在正在往前走了 我也要表示对这些个人们的感谢 但是我们还要为这些个失去爱人的家庭 为他们感到默哀 我们与他们一起悲伤 我们与他们是一个家庭 我们是伟大的美国家庭 而我们也为他们感到悲伤 我们也与数千个 现在正在与这个病魔做抗争的美国人们 我们与他站在一起 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地去治愈这些个病人 并且逐渐地开放我们的国家 安全地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他们想要回去工作 想要尽快地回去上班 他们非常的想让我们的国家回到常态 而正在发生着比人们欲吸的更加的快 你要保证健康 经济的健康 采取了全所谓的举动去保证他们有最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很多出现了都被分配了 还有数十万的器材正在被建造中 这些个州长 他们现在有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呼吸机 他们其实把这些个呼吸机运送到其他的地方 我们也在把这些呼吸机发给我们世界上的其他盟友国 因为这些个呼吸机 他们将这个复杂的器材生产出来是个非常出色的工作 我们没有提到这个呼吸机还有问题了 这是一个正面的迹象 我们也开启了最大的测试的努力 这是全球最大的测试的努力 美国现在已经进行了超过540万个测试 这比其他国家测试的数量至少要成了两倍 想象一下在一会儿之前 我与我们国家最大的零售商的领导进行了会谈 包括沃尔玛、摩尔玛、CBS、Rite Aid、Kroger 我们有这些个伟大的公司的领导们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还有世界的顶尖的医疗诊断的供应商的领导 包括Shermore Fisher、U.S. Cotton、American Clinical Laboratory Association 美国的临床实验协会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公司 这些个私营企业的领导以及其他的企业 包括亚培、罗氏、Hologic、Cefahide 他们这些公司都是我们非常出色的合作伙伴 它将我们帮助加大这个州的测试的能力 以及我们国家的能力他们做的工作是十分的非凡的 我们的测试正在被生成的这样子的测试的能力 是非常精彩的 我要感谢亚培实验室 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出色的工作 也要感谢罗氏这两个公司 我们俩培生产出了这五个五分钟的快速测试 你们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就得到结果 我要问这些个公司的领导层 他们真的帮助了我们许多 在过去的45天的期间 我们有很多人都进行了会议 自此之后沃尔玛及其他公司所做的 都是非常精彩的非常出色的 所以说我让他们上来讲一些 他们公司的情况 他们将对我们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有请你们上来 感谢总统 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到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现在取得的进步 在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是3月13号 我们在此之后做了许多的进步 而如果没有这47,000个 非常新型的工作的测试人员 没有了他们是做不到这样子的进步的 他们正在进行这样子的测试 并且为我们得到结果 在结果上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 我们非常明确地在这个诊断的测试中 每天可以进行5万个测试 我们的白工艺型小组 也帮我们加大了这个数字 在5月之前 会大概每天进行10万个诊断测试 我们也加大了血清的测试 我们就是上一周开始的 在5月底之前 我们将每天进行25万个血清测试 所以说把这个数字加在一起的话 在5月底之前我们将会做1000万个测试 包括这个诊断和血清测试 那么在早期出现的一些个问题 现在这个时间也缩短了 这些个人们占领病床的时间 减少到少于24个小时 我们也与FDA进行合作 也保证了这些产品的质量 那么在方便以及解决问题的同时 我们能够更简易地采样 并且把这些个测试盒 更好的给这些个顾客 让他们通过远程的医疗服务 在网上就可以选择这些个器材 那么总统先生非常感谢你的领导 以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一起 我们的科学家以及我们的实验室的技工 他们都在日夜的工作 去做他们尽可能做的更多的测试 为了美国的公众 也将尽快地将测试的结果公布 在45天之前 我们说我们可以做好几千个测试 一天可以做好几千个测试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做6万个测试 我们也在继续地加大这个数字的能力 每一天都在取续地增加 此外我们的科学家也在工作 把这个测试变得更加的便利 更加的简单 我们有的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比以前的式子要小很多 我们还有这种在家测试的方法 他们现在可以让这些个前线的医疗人员 以及第一线的反应者进行测试 但是我们将会很快地 更大规模地将其投入使用 我们也将没有 将减免所有的这种费用 让这些个消费者可以使用它们 我们也在加大我们血清测试的能力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减免 进行五万个 而我们以后可以一天进行好几十万个 在五月中心就可以达到这一点 我们也在与这些个零售商进行合作 我们的同事间都在这里了 就帮助他们加大他们测试的能力 在全国都加大测试 最后呢 总统先生我们有个非常大的制药工业 我们也会继续地与我们的同事 以我们的制药 生物制药的伙伴合作 去保证我们竭尽所能的 去把这个临床的试验加速进行 让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治疗方法 甚至是疫苗 非常感谢 总统先生感谢你 也感谢我们的政府 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合作 让我们的科学界进行合作 去进行这种测试核的生产 包括LabCorp Quest这种公司 他们全球性的合作 我们完成了我们之前的承诺 一周可以进行五万个测试核的生产 我们将会将其产量乘以双倍 去更好地支持全世界的测试 我要感谢我全球的七万五千个同事 你们的努力将其变成了现实 支持我们所有的库克能够得到 他们需要的测试 让美国重新复工 感谢总统先生 我是John Ems 我是US Cotton棉花公司的领导 那么我们是生产这个柿子 在这个测试核中所用到的柿子 我们大概 我们公司里面有大概一千两百个人 在我们Cleveland Operation 他们有 就像你说的 从之前的这个Q-Tip 变成了这种塑料棒子的这种柿子 把它变成了纤维的柿子 那么我们Cleveland的团队 它做得十分的出色 他们也非常地激动 可以在这个事业中做出贡献 所以要感谢总统 那么感谢总统先生 我是CVS健康的领导 我们在一个多月之前 开始了第一个免下车 得来速测试点 自从那个时候以后 我们又开始放了很大规模的测试的中心 超过了五个州 都有这样子的中心 与这些个罗德岛 康州 Georgia Michigan 以及这些个州的州长 进行合作 一天可以进行超过一千个实时的测试 我们现在有能力 每一周可以进行三万五千个测试 在过去的一周我们宣布了新的计划 加大这个测试的能力 从五月份开始 我们将会设置这种新的测试能力 有超过一千个CVS的药店 将会应用我们的得来速 以及腾车厂的这种测试点 用这种质子的测试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上网上线 在五月份就会推入 就会投入使用 我们也知道 这个病毒非常不成比例地 在攻击这些个少数族裔的社区 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些个国家的医疗协会进行合作 将这些个特事以及医疗 专门针对这些个没有受到足够服务的社区 为他们提供帮助 我们也加到了我们移动的测试能力 当我们看到这个商业重新复工的同时 我们也会帮助他们 当他们开始回到常态的时候 会对他们提供帮助 就像我的同事所说的 我要感谢我CBS的同事 他们做得十分的出色 帮助人们在不同的方式中 帮助人们在不同的社区 全国的不同地方 他们是这个军队的一部分 他们是健康医疗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也是前线的人 他们也是前线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们做得十分的出色 去帮助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为他们表示巨大的感谢 感谢总统 我要感激你们对我们的邀请 我们在45天之前 我们也在这里 那么我要开始说的是 想象一下有超过 要感谢我超过20万个Walgreens的同事 他们正在照顾美国的人民 照顾美国的顾客和病人 提供他们每天所需要的这种药品 以及这种新病毒的测试 我们也今天宣布了 我们将加大我们测试的能力 在整个美国包括波多里格 那么也会与我们的实验室进行合作 我们也非常激动可以这么做 我们非常激动的公私营的合作 因为这是让我们做出这一切的关键 我们也期待说这种新的州 可以加大这种测试的中心 尽快地进行测试 那么作为一个药店的专业人员 我非常自豪我可以参与到这里面 不仅是Walgreens的药店人员 是在任何的零售业 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大规模的公司 你们都在座里面所尽得一切的责任 去帮助人们得到更多的药品 帮助他们理解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药店是可以帮助这个社区的所有人的 我们也非常期待可以加到我们的测试 包括这个血腥的测试 无论它将来会怎么样 那么最后是要找出这个治疗方法甚至是疫苗 所以要感谢总统给我这个机会 感谢总统 感谢副总统先生 我非常感激你们所做的一些工作 让美国重新复工并且安全地进行 我代表了Kroger 我的名字是McMillan 我非常地自豪 我们有超过50万个代表 他们每天正在工作去保证顾客的安全 保证他们员工的安全 我们做的其中之一就是提供基本的这种蓝图 那么这是我们都可以继续经验的 如何让美国回去工作 我们今天稍早也宣布了我们继续要加大测试的能力 我们正在非常主动地在与六个州进行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周将会加大到12个州 将会加大 继续加大我们测试的数量 那么一起呢 我们已经会战胜这个病毒 我们一定会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并且向前迈进的 美国一直都很伟大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总统 我的名字是McMillan 我是Walmart的领导 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员工 包括在我们的商店里面分配 以及在我们的电子商务系统 他们的工作都让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他们都是这么坦诚十分的辛勤的工作 那么45天之前 我们在这里曾经聚集到一起 我们正在运行这些个测试地点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在下周之前将会加大到45个 在5月份将会加大到100个 几周之前 就像副总统彭斯与我 我们在这个维基尼亚州的食物分销点 他过来感谢我们的员工 我们也对此表示感谢 那么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 他们在电话上也说了这种手术用的防护服 那么为了生产出数以百万个防护服呢 我们基本上本来是不会购买这么多的 但是我们将保证我们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麦克森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在4月份的时候 能够得到超过200万个防护服 在5月底之前我们将会有另外的600万个防护服 所以要感谢给我们这个服务的机会 非常感谢 我们感谢总统 也感谢这个团队把这个工作运营起来 为了国家的益处 我是Rite Aid的代表 我们现在正在运营40%的测试中心 以及有25个在8个州很夸8个州的测试地点 我有这个机会 在我开到这个Richmond的路途上 我看到这个测试的实时进行 所以要感谢无论是安全 还是说药店 还是在前端 还是在所有帮助的人们 在帮助这个伟大的工作 那么所有的顾客 我们都对此表示非常的感激 这看起来十分的好 我要感谢我自己的5万个员工 他们正在保证这些个零售店继续地运营 在这个十分艰难的时期 他们做的工作十分的出色 我们也一样会驾到我们测试的能力 我们将会 我们现在一天基本上是进行1500个测试 那么所以说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做的工作 在短期之内做出的成就都十分的出色 我要感谢我们的副总统 以及白宫疫情小组的工作 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的好 我们有个今天与州长非常好的通话 我会说他们都十分的激动 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 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 有很多个本来可以被避免的死亡 他们本来可以早就被制止的 但是有个人在很长时间之前 他觉得不要这么做 那么现在整个国家都在因此而受到折磨 有超过184个国家因此而受到折磨 但是我要感谢所有的商人 你们做的工作都十分的出色 与我们一起合作 那直到在过去的几周内 我们的政府都受到了这些州长的鼓励 让御用这种 我们都鼓励这些州长去御用这些州 还没有被启用的测试的资源 我们有非常大的测试的能力 那么在一周之前呢 我们给每个州长都提供了一个列表 包括这些个实验室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让他们可以得到附加的测试的能力 那么在18个小时之内 全国进行的测试的数字就开始像火箭一样往上升 那么这些个测试的数字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比任何个国家测试的数字都要多 那么这个数字它在这个月初开始了上升 那么我们当时一天可以进行10万个测试 但是我们将会将这个数字成为双倍 我们也在继续地加大我们测试的能力 也非常有自信 我们有足够的测试的计材 可以将我们开启 逐步地开启我们的国家 那么测试呢 它并不会是一个问题 完全不会是问题 其实它将是我们拥有的资产之一 今天我们将会公布新的关于测试的指规 去告诉这个州 让他们如何开启他们的计划 开始这种安全的阶段性的重新开放 我们的蓝图规划了这些个州 将如何启用他们所有的能力 进行这种测试平台的开发 包括设立监察的系统去看到地方性的爆发 并且进行这种追踪感染者接触者的 感染接触者的这种任务 那么人家的国家都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正在帮助很多的国家帮助他们进行测试 就像在这个呼吸器的问题上一样 我们在帮助其他的国家 我也让我们的这个Medicare项目 让这些老年人更能够得到测试 包括这些个药店 就像你知道了 我们正在允许这些个药店现在去进行测试 我们还有其他的测试的地点将会逐渐的开放 但是允许这些个药店加入到测试的工作中 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 我们也让这些个州长对他们的Medicare项目加大 以至于他们可以授权在这个Medicare做这种同样的工作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所以说我们正在竭尽所能的 利用我们整个联邦政府的能力去帮助州政府 市政府地方政府 去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非常艰难的危机 这个疫情 去尽快地度过这个危机 我们现在国家有非常大的能量 这是人们很久都没有看到过了这么大的能量了 这些个精神是他们很久都没有看到的了 我们的情况十分的好 看看我们国家的情况和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国家我们整个的世界很久以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士气 我们的整个世界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疫情了 上一次是1917年 这个全球的大流行 它是超过100年前 那么我现在希望能够介绍我们的Dr. Burks 我们的Dr. Burks 以及我们的上将 以及你们两个呢 将会解释一下我们整个的过程 以及我们所采取的进步 感谢总统 所以我们的蓝图呢 将会给出我们这些个州 我们合作的分工 包括私营企业和公营企业 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起结合起来 去保证我们可以达成我们的目标 那么首先让我们有第一张幻灯片 我们这些个测试的计划的重心是 有三个元素 一个是非常采用力的诊断的测试计划 就要与这个州政府大声合作 而感谢所有的州长 以及我们的健康医疗人员 包括在地方政府的人 他与我们日夜一起合作 去解决这些个问题 以及还有所有的实验室的领导者 我们在很多州都有这样子的人 以及我们美国 这种微生物学会的学者 要保证我们计划能够非常有效地进行 那么有了这个非常坚固的测试的测试 整站测试的方案 可以帮助我们的州 加大他们测试的平台 我们现在有好多种不同的测试方法 不同的测试平台 将会加大我们采样的能力 包括在实验室的器材的供应 去保证我们能够一起合作 去保证每一个的顾客 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测试 此外我们还要有个非常及时的监控系统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系统能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去不仅是对这些个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 还要非常主动地 与这些个没有症状 这些个高风险的人进行合作 我们与这些州合作 看看其实爆发在哪里发生的 无论是在大都市 还是在其他地方 我们看到这些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包括在这种原住民地区 以及这种长期的养老这种疗养院 都是一些非常重的重灾区 所以说我们将非常主动地 对他们进行检测 此外第三个元素 是这种快速反应项目 那么这会依靠CDC 与这个地方政府进行合作 就保证每一个有症状的人们都可以得到 特别是还没有症状的人都可以马上被追踪 就保证我们不仅可以控制住这个病情 还可以预测这个病情在其爆发之前 那么此外我们的计划也会包括 应用这种科学以及技术 去开发新的平台更加有效的测试 却保证说这些个抗体的测试能够足够的使用 并且也是FDA以及CDA同时建议的 有非常高质量的这种测 预测对这个病毒感染的测试 以及这种抗体的发展抗体的研发 此外我们也在研发这种新型的测试 包括这种抗原为基础的测试 以及这种核酸的检测 感谢总统 也感谢Berks博士 请让我看到下一张幻灯片 那么我要花几分钟讲一下 我们现在经过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要如何发展 那么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的理解 我们如何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开发阶段 开始阶段 我们是让这个对病毒的初期的应对 我们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有要动员我们的私营企业 那么直到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FDA授权了67个这种紧急的授权 这比我们之前所做的东西都快得非常多 都是无法想象的 包括要动用我们的商业的实验室 以及研究的团队 那之所以我们有这种 我们有基础能够进行三百多万个测试 是因为有副总统和总统的授权 我们也要在社区内进行模型 这些个社区他们都是进行了 这种联邦政府支持的测试点 也是在美国的公共健康系统所支持到的 去保证说这些个测试能够正确的安全的进行 然后我们有第二个阶段 就是要加大规模 那么这个阶段十分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能够非常大规模的测试 才能够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安全的开放 那么这再次呢 那么我非常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柿子 我们要加大这个小商 在这个Puriton 在缅因州的一个公司 它是生产这个柿子的 它是我们国家柿子的主要的供应商 但因为我们FDA的行动 以及我们科学团队的行为 能够用这种纤维去生产这样子的柿子 以至让我们Lewis Collins公司可以介入其中 再加下来的几周可以每一周申请 可以生产超过300万个市字 我们要加大这种社区为基础的测试中心 我们从一开始是由这种商业的伙伴进行的 但现在呢 我们现在有73个这种2.0新型的测试中心 那么这也展示了说这个模型 在68%的这样子的测试点呢 他们都是在这种社会有一定脆弱性的社区 有20%的都是这种社会十分脆弱的社区 所以要保证说这个测试是直接进行在最有需要的社区的 可以加大到数以千几个测试点 最后第三个阶段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 与这些个州长进行合作去支持这个测试的计划 以及快速反应项目 在过去的几周内 我们一个多规模多方面合作的一个团队 包括健康部门及难局等等 我们都在与这种多边合作 就对每个州包括波多利格 以及我们的华盛顿DC 去知道我们这些个测试目标是什么 去保证我们可以保证达到这样子的需求 我们将会还有另外一轮的这样子通话 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稍早谈过了 我们将可以供应每一个州 他们所需要的这些个测试的器材 可以非常大量地增加他们测试的能力 那么给你一个概况 我们现在将会对他们这些个州提供的器材最少呢 大概是这个月的双倍 包括这个韩国在四月之内所进行的测试的双倍 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么多的测试 那么所以说我非常的激动 我们正在完成这个大的生态 有这些个大的实验室 包括Quest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大容量的测试的机器 包括还有对这个医院以及研究实验室的授权 让他们用这种机器 并且与州长进行合作 还有运用这种临床的测试方法 我们看到说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进行的测试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哪里这个病毒是爆发的 那感谢总统 好的 那我们现在要来回答一些问题 而副总统也在这边 有一些州长现在要重新开放他们的州 你有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总统说我们希望他这么做 我们希望他们尽快地这么做 不过要安全地这么做 因为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 我觉得你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州长 他们都想要重新开放他们的州 很多人还在想着学校 他们不知道学校现在到底要 学年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会看到有一些学校 也会渐渐地开放了 在短期内会这样子看到 我觉得也是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看到这个非常恶毒的这个病毒 他们现在既然在 在这个年轻族群中 其实是比较好的 比较不受影响的 所以有一些州已经 试图的开放他们的州 他们也试图的开放他们的学校 不过一定要安全 要快速但是要安全 好下一个问题 记者提问 关于这个小组的其中一个成员 卫生部的部长 在1月的时候 他在一个会议中 而他告诉记者说 有一些美国人 病毒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可是三个月后 现在已经超过5万5千个美国人民 失去生命 请问这个顶真的卫生官员 他为什么还是继续在任职中呢 总统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专家 很多人都是我们很受尊敬的 你现在讲的是这个阿萨尔这个卫生部长 可是还有很多的其他人在讲不一样的事情 他们也都很自信的这样讲 他们也不是讲的是对的 而我非常有幸运的 我们很早就关闭了对中国的边境 对中国的国境 他说你不能够再回来 而我们当初就已经对中国实行了旅行禁令 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佩洛西之前 还在中国成开派对 那是2月的时候 你也不提这件事情 记者提问 总统说你不应该有抱怨 记者提问说 昨天你发了一个推特 说很多人是加大了这个病毒的死亡人数 你觉得这是一种阴谋论 这些数据的阴谋论 总统说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的数据是非常确实的 你看到一下其他国家 你看到中国他们的数据都不是确实的 我觉得很多的国家 他们的数据是不对的 我觉得我们要做非常正确非常事实的数据报导 记者提问 记者提问关于这个薪资补助计划 有很多的那个人抱怨说那个网站整个崩溃了 他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所以他们觉得银行并没有在帮助这些小型企业 总统说我没有听说这件事情 不过我们会看看关注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会看一下有没有法律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我会介入总统记者提问 很多的民调显示说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在抱怨中国造成了这个病毒的盛行 请问你要怎么让中国中共负起这个责任 总统说有很多的方法我们都可以让他负起责任 我们现在在进行非常严肃的调查 我们真的很不满意 我们非常不满意中共 我们一点都不满意现在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在一开始就可以在源头制止它 制止它 不应该让它散发到全世界 我觉得一开始就可以制止它 所以我会告诉你说 我们会告诉你这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在进行非常严肃的调查 记者提问说很多人都仰赖中国的供应链 总统说现在这个医疗的供应链 还有其他的供应链 你看到这个病毒之前 你看到我们的贸易逆差 跟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因为我们对中国实行了非常大的关税 好几百亿的这个关税 这个之前被中国针对的农民 现在我们都是给他们回馈 现在突然间 你知道我们现在非常地帮助这些农民 现在这个200亿美元 我们现在 所以今年我们会继续地 持续地帮助我们的农民 他们被中国非常不公平地针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进行强而有力的调查 我会让你们知道结果 我们会得到答案 记者提问 你在说这个开启国家 请问这个数据你是依什么为基准 总统说我们现在非常地仰赖 收各州的数据 地方的数据 对我来说是这样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很多的州长其实做得很好 不是所有的州长都做得很好 如果有一些州长有机会做得好 有一些比较不一样 有一些地方不一样 像曼哈顿就很不一样 比芒丹跟蒙大拿州比较不一样 所以有不同的情况 如果你看一下病毒 你看到有一些地方很受冲击 有一些地方不太受影响 不过整个国家都被受影响了 像维吉尼亚州 我跟他们的西维吉尼亚州的州 在病毒侵入之前 他们就有一些死亡人数 而他们也是最晚受影响的州 而我今天也跟那个州长都通话过了 他们都没有在抱怨 他们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有呼吸机 他们有测试能量 他们也看到他们的测试在加大着 我们也在帮助他们 我们在帮助他们 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而我希望你们都有在线上听这个会议 我知道说你们都知道这个结果 记者提问 关于这个要让中共负起责任的问题 有人在说应该欧洲现在要让中共 负起很多的金额的责任 总统说 是的德国现在正这么做 而我们也在看要这么做 我们可能会比德国想要 跟他们要求的钱还要更多 如果你看到全世界 你看到这个全世界造成的损失 这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对全世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记者提问 有人在说有一些州长的居家令 是违反了这个宪法 总统说你必须要问监察总监这件事情 不过他的确是希望人们能够重返常态 他们希望人们能够返回工作岗位 他不希望 他不希望 人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他希望人们也有继续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利 所以很多人是支持他的说法 不过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合法地问这个问题 这是依据各州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一些州可能开放的过早 有一些比较晚 而总检察长发现了这件事情 而总检察长不想要把人们的权利拿走 因为如果你关闭了这些商店 你会把他们的工作机会也拿走 而这也会造成一些死亡 人们不能允许拥有他们应有的自由 我觉得这也可以造成很多的问题 包括死亡 所以这是他在说的事情 记者提问 马里兰州还有一些州 他们的州长说 看到很多人在使用这个消毒剂 自从你上周讲了这件事情之后 总统说我无法想象为什么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 记者提问 福西博士说 我们必须要加大能量 而且至少要两倍的加大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加大能量 总统回答说 这不 他们讲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之前才有个会议 因为我们很快的 就会比两倍还要更加大测试能量 而且有一些州长还比较不认同 有一些州长比较不认同 不过我们现在要最大化的加大我们的测试能量 是我们做得到的 我们会比两倍还要更大加大能量 副总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很快就可以比两倍还要更加大我们的测试能量 好 那请副总统上来 谢谢总统 我希望美国人今天看的时候 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 关于这个公私营合作 在两个月前 我们做的测试是不到一万个 可是这是因为总统让这些公私营系业合作 让这些实验室合作 还有这些零售产业合作 我们现在达到了540万个测试 我们一天就可以做将近20万个测试 所以我觉得州长对于测试浪的加大也是感到很乐观的 我们今天也在电话会议中告诉他们说 我们会继续地与他们合作 来确保我们现在的这些资源都可以继续地加大 而我们的海军上相也跟我们的各个州长都非常地合作 我要请他们来解释一些我们现在的数据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500万个测试 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关于这个加速的效率是非常大的 不过海军上将可以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说 这些专家认为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的这个测试量 可能他们希望我们做一天30万或40万个测试 不过因为这个公私营合作的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很快就能够达到了这个测试量 不过很多人都很着急地像总统一样 希望看到我们的美国重新开放 我们现在我们十天前总统开放的这个三阶段开放计划 我希望各州的州长都能够了解 我们现在的确是有足够的这个测试量 来让每个州都有办法进行第一阶段重启国家的计划 所以如果总统同意的话 我会请海军上相上来讲一些数据 来告诉说我们能够不管我们现在做了什么 还能够更快的怎样的加大我们的测试量 感谢总统 感谢副总统 那我们现在要需要做的这么多个测试呢 都是要取决于州政府 那我们知道说有些个地区 它的这个病毒蔓延的更大严重 所以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测试 而这个病毒蔓延并不严重的地方 他们就没有需要这么多的测试 那我们先假设一下福西博士在说 每个月要进行四百万个测试 也就是说这是一周之前的一个数字 我们之前一周之前的目标 那么根据这个州长的计划呢 下个月的计划 我们会非常容易地将这个四百万的数字 乘以双倍 我们将会有超过两千万个 将会发放的试子 有超过五千万个试管 以及还有这些个器材以及一个机器 它们都是相匹配的 包括每个州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让他们表示理解 而这些都还没有包括 你刚才所听到的 这五百万每个月进行的 Quest 实验室所进行的 五百万个测试 或者是这个亚培的临床实验 还有很多的实验方法 所以说在五月份呢 我们将做的措施 我们在国家所做的测试 将会比其他国家要多许多 包括南韩 这些人最少测试数量的州呢 它也将把他们总体的人均的测试 那么就算是测试最少的州呢 也会比韩国人均的测试量 至少是他们的两倍 那么记得提问说 这个CBS的缅下车测试点 我们现在在这个玫瑰园 在3月13号 我们也坐在这里 听到这些个公司 以及其他的公司 听他们做演讲 那那个时候大概是69个测试 只有免得来速测试点 已经被建立了 那我的疑问是 在3月初期的时候 你说将会有400万个测试 在接下来的第一周进行 但是现在我们几天之前 才达成这个目标 但是是有什么样的偏差 说在过去的一个半月 两个月来是发生什么的偏差呢 现在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正确的决定呢 那我感谢你提这个问题 但是我要代表 那这是一个误解 这是你单方面的误解 那说实话呢 很多的人在公众里面 他们有存在误解 有了这个测试 以及真的有能力 去对这个测试进行处理 是两回事 那么事实是呢 当这个总统让我去带领 这个白共青小组 两个月之前任命我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设计盒的生产出来之后 它进入到了市场 但是就像总统经常说 他很早就知道了 说这整个系统 它是无法 永远也无法 这么大规模的进行 这种测试的处理的 特别是在这个大流行之中 这是为什么总统 动员了这些个非常非凡的 商业实验室 就像你们今天所听到的 让他们在这个罗斯福 会议室让他们坐下来 告诉他们说 你要提动你所有的力量 去高速地进行测试 才能够让我们达到 今天的测试的数字 所以说这两者 并不存在矛盾 有很多的测试 和那其实今天 还有很多的测试 数以百万计的测试 和是可以用这种 以前的这种 实验室的处理方法 进行分析的 但它十分的缓慢 那现在无论是CDC 还是州政府的 州的这种实验室 都可以进行 但是现在总统 把公司引的合作 摆上了台面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540万个测试 已经被进行了 在下个月之前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做 一周就可以进行 200万个测试 全国可以达到 这样子的程度 去保证美国人民 有足够的信息 让他们可以足够 可以重新的开放 重启我们的经济 那么记者提问说 七周之前你在谈到 400万个测试的时候 你是否只是说 这个测试盒被发出去 而不是真的被进行呢 有点迷惑 那John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在我这个开始 我的工作的第一周的时候 我们被告诉 卫生部门告诉我 说我们已经分配了 数百万个测试盒 400万个测试盒 我也相信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但是这个测试盒呢 那么如果要不是总统的领导的话 我们很多这种测试 还要等待他的结果呢 因为这个测试和他的设计 就是让他在这种古老的 这种很老旧的实验室的 模型里面进行分析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着 这个商业式的实验室 与他们一起合作 以及这种非常出色的分销商 这种零售商 那么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那么一天就可以进行 20万个测试 那么就在我们做这个评论的同时 我们都可以进行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2万5千个测试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 这个美国的工业的合作 以及这个出色的公司 我们非常的自豪 那么川普说 我觉得非常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点是 那无论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都非 那么我们不仅是有 全世界最多的测试的数量 我们还有目前为止最高质量的测试 那么感谢总统 那么我要转换一下话题 那么有些报告在被流传说 说这个缅因州是会完全在这周期会开放 而说这个官员会被驱逐出去 那川普说这个General Flynn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事业 而这是对这个General Flynn 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羞辱 我们会看这个情况如果发展 但是这个General Flynn 他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再也不应该在我们国家发生 再也不会在我们国家发生了 而对我们美国总统 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再也不会被允许发生了 那么总统先生感谢你 那么今天你的经济顾问之一 他说美国很有可能会经历到 一个20%到30%的这个GDP的下降 甚至比当时的大萧条还要更糟糕 那么你是否对此表示赞同 那么川普说 我觉得第三和第四财政季度 将会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女士这个行政官员进行讨论 我们将我们的第三财政季度 将会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除了一个国家 也就是中国要被他所做出的行为 要对此做出纠责之外 其他人都无法受到责怪 他们本应该在这个病毒的发源地 就阻止他的蔓延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们觉得将会看到 第三财政季度的一个非常大的复苏 而第四财政季度将会非常的出色 下一年的经济会十分的好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复苏将会是 那你要记住 他们之前告诉我说 这是事实 我建造了最繁荣的经济 有三亿两千五百万的人的帮助 我建造了整个世界史上最繁荣的经济 而在一天一夜之间 因为一些从来都不应该被允许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得不关闭我们整个的国家 关闭整个的经济 而是我建造出来的 我们有最好的雇佣的数字 以及最低的失业数字 包括这个西语裔 非裔 亚裔 以及所有人 他们都是有最好的这种股市的数字 那其实今天这个股市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上涨 那人们也看到说非常好的迹象 非常明智的人们 他们都在对这个股市进行投资 那么大概是两万四千点 那么你说我们国家现在必须要经历的这个悲剧 这么多人死亡 以及这些个 这些个受到严重伤害的这些个人们 我们只能说 愿神保佑他们 但是你说 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已经做好的准备向前迈进了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爱人 不会忘记这些个伟大的人他们做出的牺牲 这是一个因为一个国家的无能而做出的牺牲 他们本来是可以保护整个世界的 不仅是保护到我们美国 他们本来是可以保护到整个世界的 但是我们本来是全世界的历史上最繁荣的经济 而我不得不把它给关闭 才能够达到今天的状况 而我们将会让它重新的回来 我们将会在经济的角度上 在明年将会是个无法置信的 那么好的一年 那我觉得你们将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第四财政季度 而第三季度也会开始往上走 而第二季度很明显的 我们将会有这个GDP 这个增长的缺少 它将不会增长 包括这个看到沃尔玛 他做的出色的工作 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困难 他们之前做的是非常的好 包括给了我们数以百万计的 非常高质量的防护服 那他们所做出的工作 包括这个Duck 以及沃尔玛所做的工作 都是十分出色的 有数以百万计的防护服 这些都是非常高质量的 我看到过这些防护服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高质量防护服 所以人们都挺身而出 我觉得我们将会有个非常好的季度 它将会重新的开始建造 它将会非常快的再速 它将会是个非常好的回归 那我说我建造了一个这么伟大的经济 有这么多人帮助我 以及像我们国家的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建造了一个最 这个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 我们会再创辉煌 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我指着提问说 重新开放国家的话 会要多长时间 那么川普说 这要取决于欧洲 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治愈 那么意大利已经开始回归了 我非常满意地看到这一点 我看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 以及法国和德国 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一度十分的悲伤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欧洲的情势 他们也想开放 我们也想开放 他们也非常的想要回到常态 我们记者提问说 对金正恩的健康状况 是否有任何的更新 川普说金正恩吗 那我不能确切地告诉你 是的 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 我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那我希望他的这个状况 我希望他的状况更加的好 那如果要不是我做总统的话 我们早就跟北韩打起仗来了 那这是我可以告诉你的 他也做出了预期 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我希望他还好 我的确知道他的情况 但是相对来说 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也会得到这样子的情报 那么记者提问说 这个你的这个民主党的竞争者 拜登他最近说 你在改变这个选举的日期 你可能会尝试做这样子的举动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川普说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改变选举的日期 我为什么也会这么做呢 就是11月3号 这是个好的数字 好的日期 我也非常期待这个选举 那么这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不仅不是他做出来的 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传小到消息的人 他们做了这样子的虚假的宣传 那你看到这个瞌睡桥 拜登不是他做出这样子的言论 但是有人这么说的 那我会告诉他说 我不会推迟这个选举 我不会这样子做的 我会这样子做的 我会这样子做的 那么记者提问说 这个情报部门说 2016年选举的时候 俄罗斯干预了我们的大选 那么川普说 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报告 那么记者提问说 很高兴见到你 那我觉得你与北韩的金正恩 有着非常好的关系 那么但是他提到说 在福克斯新闻 有个官员提到说 那么川普说他上周六 没有说过任何的事情 那么没有人知道他状况怎么样 也不可能有人这样子说 那么川普说 如果你说是 是金正恩在上周六 发表了这样子的言论的话 我不觉得这是真的 那么记者提问说 在六周之内 我们美国死亡的人数 比越战的还要多 你还觉得你会再次赢得总统的选举吗 那么川普说的确 我们失去很多的生命 但是你看一下 我们原来的这种预测的话 大概是有220万人会死掉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6万7万 那当然了一个人也太多人死了 一个人死也是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 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决定 最大的决定就是 对于中国发出这个旅行禁令 那明显的是 除了美国的 当然了 不会包括美国的公民 不会把美国公民拒之门外 但是呢 我们觉得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决定 就像我们的麦克 Pence 彭斯副总统 以及我们的白公警小组 都做了十分的输涩 每个人对于这个呼吸器 进行协调的人 他们也做得十分的好 他们都做出了无法置信的工作 这些媒体他们也不再抱怨 呼吸器的问题了 这也没关系 他们之所以不想再提 那是因为这个话题 不想再提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测试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我们正在超越整个世界 而整个世界也在向我们提问 说你们怎么做的 我们正在帮助其他的国家 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十分的好 而有一个人 我会说一个人 一个人死亡也太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 一个人死亡也太多了 那么好的 今天的记者会呢 刚刚结束了 那么的确这个今天的记者会呢 是川普自从上周五 一个非常短的记者会 以及一个周末没有开记者会之后呢 第一个他公开露面的记者会 那么好的 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 今天关于记者会的总结 那么大家好我是Iris 大家好我是Sydney 那么好的 今天呢 首先呢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川普今天这个亮相 因为呢川普在之前是一度发推文 说这个主流媒体呢 也就是他所说这种假新闻呢 一直在问他一种非常具有充 这种敌意的问题 又不报道真实的情况 那么他就问了 他说 开这个白宫记者会有什么意义呢 说让这些个左派的媒体 得到了破记录的收视率 但是呢美国的民众 却只能够看到假新闻 他之前就发推文说 根本就不值得花这种时间和精力去开这样子的记者会了 是的 我们看到上一次呢 川普是非常开心的出来 要一个这个医疗专家跟大家宣布说发生的一个新的这种发现 他认为是个好消息 就是说这个病毒呢 在高温高湿下面会死掉的比较快 因为本来病毒可以在一个表面上可能存活比较长的时间 可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存还有在阳光的这个照射下 存活的时间会变短 那川普呢上一次是非常高兴的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 那他问一下专家说 可不可以再把这个新发现运用在一些治疗方法上 可是呢他问专家的这些问题呢 现在就马上被主流媒体呢拿来做文章 那主流媒体呢 川普呢是常常呢在自己的推特上 称他们为主流媒体就是lame stream media 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的糟糕的媒体这样子 那他的意思是说 那他说主流媒体就都只会问充满敌意的问题 那开白宫的记者会有什么意义 他之前是发了这样子的推文 所以呢我们就是原本也在猜测说 不知道记者会还会不会再继续开下去 不过看今天的这个情况 这样子的记者会是会继续的开下去 那我们也都很期待记者会开下去 让总统川普呢 来跟我们出来更新最新的一些消息 而川普呢之前也说 他要那他要当那一个帮国家加油打气的人 而他之前也提过说 说无论他做了什么成就 左派的媒体 这些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都会负面的报道他 所以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个记者会的情形 还有这个总统跟记者之间的这个互动 那么是的也非常高兴今天大家再次与我们一起观看了这场记者会 那么今天记者会呢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这个美国要大规模的加大测试 那么今天官员是提到说呢这个测试的计划呢有三个非常重中之重的关键点 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要有个非常强壮的诊断测试的计划 也就是说呢要能够保证这些个地方的诊所 以及这种健康服务的提供者 能够基于这种诊断测试的结果而做出一定的决定 那么他也提到说呢也要实时的对人口进行密切的观察 特别是这种这种有症状的以及没有症状的病人 都要对他们非常密切的关注 以保证说如果有任何的小型的爆发 可以马上的对这个地区做出举动 并且保证说这个病毒不要再进一步的蔓延 是的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真的是在大大的加强他们的测试量 以及他们测试的质量 那今天这个副总统彭斯也上来跟大家更新了这个美国的测试的状况 他是说呢现在美国呢已经进行了五千五百四十万的这种测试 那在几个月前呢是只有几万的数字而已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测试量是不断的在加大着 不过呢还是仍然有很多的记者提问说好像测试量不够 说引述一些医疗专家的话说好像美国的测试量还不够这样子 那川普呢也常常都在记者会上跟大家就是让大家安心 就是告诉大家说美国做的测试量是比全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都还要多的 那他也是请了好多的专家上来 包括这个Dr.Bergs还有这个上将都上来跟大家解释说现在全国的测试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就是让大家安心告诉说美国的确是在测试量上就像之前处理呼吸器的问题上是可以解决的 那他今天也说了今天有个记者提问说测试量能不能够再翻倍 因为他记者是引述福西博士的话说如果要重新开放经济的话 美国的测试量是需要再翻倍的 那川普呢也就是让大家安心就是跟大家保证说是的很不久的将来就不但可以翻倍 还可以比那个还要更大量的测试 那么是的今天副总统彭斯涅做出了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他说呢到时候美国将会有多少测试呢 他是说会比这个南韩在四个月里面进行的测试再成双倍 就是美国将可以达到的测试量 他还说呢就算是病情最轻测试量最小的州呢 他的测试量也会达到南韩人均测试量的两倍 那么他今天也提到说之所以可以这么大规模的进行测试呢 都要归功于这个总统他的领导 因为呢川普总统帮助了把这个私营的企业 包括这些个私营的商业实验室 以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个沃尔玛等等 这些个运营商这些个零销这种零售商呢 把他们加入到了这个工作里面 以呢让这个公私营能够达成一个合作 那么这是副总统今天强调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是的那在这个测试量在加大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呢美国的确诊人数现在已经突破了100万 那死亡人数呢也已经破了5万 那今天就有记者提问说现在美国的死亡人数 已经迅速的逼近美国在越战中5.8万人死亡的这个规模 那有记者提问川普这个问题 说现在的人死亡越来越多可能要超过越战的死亡人数 那川普会不会担心影响到他的这个总统竞选 那川普今天的回答是说原本的预测模型呢 其实是会有220万人死亡 所以现在将人数死亡人数下降到这个五六万人 他认为是个已经比较好的迹象 当然他也说了一个人的死亡就是太多了 他常常在记者会上一直跟大家重申说一个人的死亡就是太多了 那川普呢今天还提到说 其实这些死亡呢都是不必要的死亡 他认为这些死亡是不必要的 因为他又再度的在记者会上 再度的跟追究这个中共在这个疫情上的责任 他说呢因为中共在很早之前 原本就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发源地制止这个病毒的传播出来 那他呢其实是没有点名 他今天讲的时候他没有点名 他是说就是他是说有些人 他是说一开始呢有有有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 他没有直接点名说中共 不过后来在记者提问问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还是的确点名了中国 那么是的在记者提问的时候 川普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表达说一定会追究中共的责任 他是说呢 就是说有很多种方式美国可以针对中国追究其责任 他也提到说他对这个中共处理疫情的方式呢 就是非常的不满意 说we're not happy about it 他还说呢这个病毒本来是在源头就可以被完全的阻截的 而因为他这个中共的失子呢 失职呢现在全世界有184个国家都在因此而受到折磨 那最后川普也非常严肃的提到说 美国正在针对中共对疫情的反应做出非常严肃的调查 是的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记者是提问了 是提问这个欧洲呢是现在是在追究这个中共的责任 那他提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是说在4月15日的时候 德国一个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叫做图片报 他们引国际法的专家指出说 中共在疫情的初期隐瞒疫情的做法一定违反了国际法 那他们列出了一份账单就是要向中共索赔这个费用的账单 算出呢中共3月到4月份应对德国各行业应该要做出的赔偿 初步计算赔偿的总额大概是1490亿欧元 那这个记者今天提问的是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那他又在问川普总统说你要怎么让中共负起这样的责任呢 那川普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中共付出责任 那也在对中共做出非常严肃的调查 而且我们到时候跟他们要的索赔金额可能还会比德国还要多 那么是的川普也提到说这个中共处理疫情的不当 不仅是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他说This is a worldwide damage 就是对整个事来说都造成了伤害 那么其实除了川普之外呢 美国的各界的政界官员呢 他们也在提出要对中共进行问责 那么在星期六也就是25号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 这种委员会的这种主席 就叫做Lindsay Graham 他提到呢 如果美国没有向中共问责以及要求赔偿的话 这是美国的耻辱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中共隐瞒这个疫情的造成 现在全球疫情的蔓延 甚至有至少2600多万美国人失业 有超过5万多人失去生命 那么所以呢 这个主席他就说 美国必须要对中共持非常严肃的态度 他也提到说 要中共做出三件事以赔偿美国人的损失 不然的话就会遭到制裁 他是提到说 首先呢 中共要充分配合美国的调查 包括这个病毒如何起源武汉的实验室 以及为何造成了大流行等等 他也提到说 要关闭任何这种贩卖海鲜 以及活动物的市场 要避免是未来发生类似的事件 那么第三个呢 他要求中共彻底改变 他这种压制的专权的行为 比如说要他释放异议分子 以及遵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承诺等等 是的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呢 各个官员呢 都已经在加大的这个追击追击追追追追追击中共的这个应该要付出的责任 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上周的时候 密苏里州呢 已经对中共提起了诉讼 要求中共赔偿他们那一周应对疫情支出的数十亿美元 他们那他们密西西比州 就是另外一个州 这个名字很像 第一个是密苏里州 那现在密西西比州呢 也在计划着要对中共提起诉讼 那他们的检察长说 不能够让中共逍遥法外 那我们之前呢 看到记者会上是有提到过这个问题的 那川普总统呢 当时呢 是表示赞赏 并说呢 密苏里州的这个诉讼案 不会是最后一起诉讼案 那的确是我们看到 密西西比州 现在也已经乘胜追击 就是要继续的跟进了这个诉讼 那么是的 其实在这个针对中共讨责的 这一问题上有很多人担心 说中共政府可能会使用 这个所谓的外国主权豁免法 去逃避这个罪责 但是针对这个这一点呢 美国议员其实也正在提出新的法案 去保证说中共罪责难逃 那么据这个美国的新闻周刊报道呢 美国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是签署了一个叫做 2020年感染美国人法案 叫做American Act of 2020 随后呢 共和党的议员又出了一个配套法案 那么这些美国议员说呢 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 美国将会剥夺中共的 所谓国家主权豁免权 就是所谓的sovereignty immunity 这样子的话 就会允许美国人民 为中共拟瞒信息 导致了这个全球大流行造数的损失呢 允许因为这些原因 提出私人的诉讼 以及甚至呢 冻结中共政府的财产 去保证这个法案的执行 是的 那在这方面的消息呢 我们之后会持续跟各位关注 那另外一个关注的点呢 我感觉各位应该会很 很关心的是各州的开放情况 因为呢 现在总统已经宣布了 这个三阶段开放国家经济的计划 那各州呢 也已经在准备进入第一阶段的开放计划了 那我们看到呢 今天总统呢 提到了这个学校的开放 他今天呢 也在跟各州的州长的电话会议上面 谈到了这个建议说 学校什么时候可以开放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在蒙大拿州 他这个蒙大拿州是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少的州 那他们现在已经宣布说 学校可以自行选择在5月7日重新开放了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乔治亚州 乔治亚州是这个比较具有争议的 这个之前跟总统川普之前都有一些矛盾的 因为呢 总统川普是说不建议他们那么早开放 不过呢 乔治亚州从上周五开始 理发店 体育馆 健身房都已经陆续的开业了 那在今天呢 餐馆和电影院也已经重开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新泽西州 新泽西州是比较受重创的州哦 不过州长莫菲也表示说 新泽西州有机会在6月底之前 以某种方式重新开放 那另外呢 我们又看到了美国人口第二多的德州 那德州的州长亚培今天也宣布了 从周五开始会分阶段的重新开放 那他也说居家令会在4月30日结束 他之前呢就已经放松了对零售店的消费和州立公园活动的一些限制了 所以看到他也是非常各州都非常的在进展 在想要开放他们的这个州 那么是听得到川普今天也强调说呢 不仅是他自己各州的州长也非常的迫不及待 能够尽快的开放他们州的经济 那么除此之外呢 川普也提到说 虽然在这个季度呢 美国的经济是因为这种各州以及各行各业的关闭呢 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但是呢 他预计在第三第四财政季度呢 美国的经济将有个非常大的反弹 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部长母亲呢 也预计说今年五六月份美国开始重新这个启动经济的时候呢 到了七八月份美国的经济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 那么我们也期待说这些个州的开放是否会成为一个引擎 把这些个各地的经济重新带动起来 就像川普说的 美国的经济将会比以前的更加的繁荣更加的旺盛 是的 那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新闻重点呢 是说美国的CDC疾控中心呢 发布关于这个中共病毒的六个新症状的清单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呢 大家知道的熟悉的这个中共病毒的三个症状呢 是发烧咳嗽呼吸急促或是呼吸困难这三个症状 那现在呢CDC公布了新的六个症状 这个这六个症状呢包括发冷还有间接性的冷的发抖 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或是突然丧失味觉或嗅觉 这些呢也他们说也都是中共病毒的常见指标 那么是的这些机构呢还警告说如果有人呼吸困难 或者是持续的疼痛或者是胸闷 或者是思维比较混乱不清醒 或者是嘴唇或者是面部发紫呢 这些都是非常紧急的情况 应该要马上的就医 那么此外呢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是 有这个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表明呢 很多的这种感染病毒的病人 他们都会丧失这个味觉和嗅觉 那么他们的数据呢分析了大概40多万个案例 都说呢这些个案例大概都有这种 59%的人都有这种嗅觉和味觉的丧失 那么好的今天以上呢就是今天白宫疫情简报会的主要情况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耐心等待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美国疫情小组的这个工作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看我们的节目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 要祝大家平安和晚安 再会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见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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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